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与不转是一个组合 侧上侧下是一个组合 它可以用正手来发 同时也可以用反手来发 那么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正手位 正手发转不转 和发侧上侧下 用正手发的时候 我们说发球的站位 大致有两个类型 我们看一下 一个就是左脚在前右脚在后 这样分开站 发球的用力顺序 是抛球以后 由重心由右向左 也是由后向前 来进行发球 这样可以把肾体的力量用上 这是一种类型的 还有一种类型 站得更加侧 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有点平行站立 发球的时候 重心从左脚向右脚转 抛起来以后 抬起右腿 然后转体 来发球 基本上是正手的发球 正手的发球 大概就是这个 在动作形式上 大概这样两个类型 两个类型 转不转的话 一般都是 重心由后 由右向左 这样来发 在横拍发转不转的时候 我们握拍 可以用这样的握拍形式 把三个手指 拳起来 或者是半拳 拳拳 用这手顶在 这个拍子的 板柄的下侧 这两种型都可以 拳 用手腕来发 这顶住可以用 中指的力量来勾拍 来发转不转 下旋不转 这是横拍的 在握拍上 可以用这个办法 同时也可以 全手来握住 也可以 来发转不转 这个应认而异 根据你自己的习惯 这是握拍 在发转不转的时候 第二 在发转不转的时候 我们说有两个 要注意的技术要点 一个是你机球部位 我们说 机球的 拍子的下部 中下部 在这个位置 机球的时候 可以发出下旋来 那么机的这个部位 发的球就不是特别转 不是特别转 我们来看一下 用这个办法来发 动作不变 用同样动作 改变机球的部位 机球在拍上的 不同的部位 来发转不转 这转 这不转 是转的 这是转的 这是不转的 这是不转的 这是用同样动作来变换机球的部位 还有一个呢 转不转 用同样的部位 在不同的时间去机球 来产生转不转 大家看 都用这个部位来机 这是转 这是不转 这是转 这是不转 那么就是说 在机球的时间 我们有个这个动作 机球 由我往上走 那么转的时候呢 我们先摩擦 然后往上轻轻抬 不转的时候呢 在挥拍结束 和向上抬的那一瞬间 碰球 那么这球就不转 那就不转 那么就在这结合部位 来碰球的时候就不转 那么大概有这两种 发球和转和不转的形式 在一个部位 通过变换动作 在不同的动作的那个时间 来触球 产生转与不转 那么目的就是为了迷惑对手 使对对方的揭发球直接失误 或者给你造成进攻的机会 那么在发转不转的时候呢 横排中长强出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呢 常常出的就是不会用手腕 发球不转 发球不转 发球不转的原因是瞬间摩擦的时候 球拍的挥拍速度不够 太慢 那么必须要挥拍 加速挥拍 碰球的时候 必须快 这是一个 同时身体要用力 协调用力 抛起来 打开身体 收拂 快速挥拍摩擦球 这个是一气呵成 这样能发出 能把球那个旋转可以发出来 你感觉拍的能吃住球 能咬住球 产生快速的旋转 这个就是发球不转的解决方法 一个要用身体 第二呢 回拍速度要快 回拍速度要快 尤其是摩擦球瞬间要快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第二个常出的问题 发转不转的时候呢 下网 出现下网 类似这个情况 那么不管发转还是不转 容易下网呢 我们说你的第一个 记球的落点呢 过于靠近球网 过于靠近球网 球反弹不起来 遇到这个情况呢 把急球点往后移 那么移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都可以 能解决发球下网的问题 让大家看 这个可以不会下网 第三个呢 就是出现的问题 发球过高 弧线过高 出现这个情况 大家看 发球弧线高 容易被人打 发球弧线高的原因呢 是机球点太高 你发球的机球点太高 入射角度 大 反三角也大 那么 所以它的弧线显得高 那么我们在解决这问题的时候呢 降低发球的机球点 降低发球的机球点 来控制这个发球的高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球 发不短 因为在比赛中想发短球 一下就发的长 发的长呢 我们说 第一个问题是你用力太大 对吧 你想发短 你又想发转 那就很难发成很短的球 对吧 第二条路出台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 发球的时候呢 要减小力量 减小力量 开始轻点发 这是第一条 第二呢 就是说 要找好适当的一个第一跳的起跳点 太远也不行 太近也不行 太近的起不了网 过不了网 要下网 太远呢 发不短 发不短 那么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第一跳的起跳点 那么这个就是在发不短的情况下 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第一跳的起跳点 能够把短球发好 同时呢 力量不要太大 这是发转不转的时候呢 长出的问题和可以采用到解决方案 这些方法 下面我们再来做一下直拍的 直拍的转不转发球 在握拍上呢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没有太大变化 只是说呢 在发转不转的时候呢 拇指用力 食指要放松 这很重要 如果食指用力就是发生侧弦了 你就会勾 一勾就是侧弦 就不是转不转 它转和不转的方法 和横拍一样 一个是用相同的动作 在不同的球排部位出球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用同样的部位出球 然后呢 一个是向下摩擦 一个是在摩擦结束 想上撩的时候呢 请带它一下 来发不转 那么在发这个球出现的问题和横拍一样 刚才说的横拍问题一样 那么在解决中 可以采用去同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转引不转 正手发转引不转发球的注意事项和长出的问题 以及解决方案 下面咱们讲一下反手的转不转发球 讲横拍的 那么横拍的转不转发球 我们说两脚平行站立 球拍后仰 抛球后引拍 向前下 这个动作很简单 大家看一下 击球也是转在这个位置 不转在这个位置 用同样的动作 这转 放松 去摩擦 这转 不转在这个位置 一样动作 这不转 另外呢 还有一个在同样的位置 发转引不转 一个是在这个位置上的向下摩擦 一个呢 在这个位置呢 向下到结束的时候 轻轻去碰一下球 这转 这就不转 这转 这不转 这就不转 碰过去 就这样 大家看 不转 碰过去 转呢 去摩擦 横排在发转不转的时候 常出的问题呢 第一 用力 发不出力来 发不出力 原因是什么呢 身体没用力 站直了 是这样发 常出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重心偏高 光用前背往前伸 发不出旋转 重心稍微往下降 引拍稍微转点体 稍微转点体 然后呢 发力向前 帮助手背 发力向前 这样就能用上劲了 切记在挥拍的时候 停顿 停顿 这样 这样是用不上劲的 不要停顿 连续做 连续做 引拍 就出来 引拍就出来 这样就可以发出力了 这是关于发力的问题 我们说发力发不好 下旋转也发不好 这肯定的 你转不转就削不出来 所以要把这个发力发出来 第二个呢 就是发球下网 发球下网 发球下网呢 大家可以看 可以自己判断 这是为什么 再来做一下 发球下网 可能大家已经看出来了 那么这个继续点太低了 太低了 太低了 所以解决这个发球下网呢 我们把继续点提高一点 如果你还做不好 你可以再高一点 你可以 你看看它下不下网 它是很安全 你再往下降一点 找一个合适的高度 把球发过去 那么第三个情况呢 就是发球弧线过高 发球太高弧线 这个跟刚才的思路一样 那我们就把几球点 向下降 因为你发球弧线高 是出手点高 我们现在降下来 降下来 那么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么这是横拍的反手发 转不转 那么直拍发反手转不转 也是一样 我们是拇指 用劲儿 实质还是放松 拍在后眼 有点像那个发搓球一样 抛球 转 不转 转 不转 通过这个两点的区别 同样一个点 也可以这样 直转 然后 这个是不转 转 不转 那么不转呢 稍微是 如果用不同的动作的话 一个点 都在这个点 那么我们是 这样发就发不转了 对吧 这样就发不转 直拍发转不转 出现的问题和横拍一样 解决的方案也是一样 那这个是 关于发转和不转的问题 那么在转和不转的问题 我们最后再补充一下 关于假动作 假动作 我们为了干扰对方接发球 那么用假动作干扰 那么一般呢 就是向下挥 然后做向上抬的动作 大家看 那么这个动作 可以合和什么结合起来 我们说 用一个点 击球发转和不转 就可以很好结合起来 这样是转 对吧 这是个不转 甚至是带上弦 对吧 比如勾过一下 这样 这就完全是个不转球 完全是个不转球 还略带上弦 那我晚一点呢 这就是下弦 对吧 下弦 往上翻 干扰它一下 对吧 往下不发 往上一带发 对吧 就干扰它一下 当然这是区别的特别明显 区别的特别明显 但在比赛中 没必要这么明显 只要有一点点就够了 你就可以上手抢 抢攻了 这是横拍的那个 发转不转的假动作 那么直拍的转不转假动作 和横拍大同小异 我们做慢的话 转就这样发 做个假动作干扰它 慢动作 是这样 不转 是这样干什么 向下不碰 向下不碰 稍微往上带的时候 碰着球 发不转 好 好 好